柱的 这地方空的是钻石 宝石 不能钻石 那时候没有钻石 宝石 这儿呢 银色的地方也都是空的 干嘛呢 柱出来之后 拿银块 银软 青铜硬 在上面使劲 磨磨磨磨磨 把银子磨进去 填平了 这叫金银错 这比单柱个青铜 用的工艺 是不是难了很多 极其罕见的 还记得刚才那青铜猫吗 它脖子上的银色项链 那个方块 应该也是用这种方式 做出来的 这是极其珍贵这种方式 但是这个品相是极其不好了 这是装水 装肉酱 这种用途的 这个肯定是装水 这个是装肉酱 那种用途 打开之后是不是 肉迷嘛 那时候是这么来的 那时候吃的真不行 我告诉你 没有辣椒 来 帮我看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见过鲁吗 贵族得用拿这个扛着 老百姓光杆木头就行了 这是个鲁把 而这个我觉得戴上波 就做的比较好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太值钱 你看没有 把青铜去掉了 青铜剑的原色露出来了 你看没有 这品相是不是还很好 现在磨一磨 拿去砍东西 还是没问题的吧 那时候说了 中国人住青铜记什么 国之大事 非荣即死 不是打仗 就是祭祀 在这就体现出来了